今天,中国的国人的人均区寿命已经达到了78.9岁 而1949年,大家猜一下,我们国人的预期寿命是多少 其实当时的平均区寿命还不到39岁 跟我们非常接近的,比如说日本 它的人均区寿命已经达到了86岁 中国香港是全世界整个最长寿的城市 它的平均区寿命已经达到了87岁 但是我想说,除了这些生命的长度 我们同样应该去在意的就是生命的广度 深度,温度,包括丰富度 也就是说,简单地一味地把这个时间延长 似乎并不能最大限制地去反映生命的意义 甘罗十二维史辰 这是一个我们古代的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段故事 那这句话我想很多人会知道 所谓有志不在年高 无志空长百岁 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 我们把每一天都很努力地活着 那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种生的意义就足以去弥补我们在死的时候的很多的缺憾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岁月不饶人,我亦不曾饶过岁月 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们健康生活的每一天都要活得热气腾腾 你知道在我们今天的医疗节 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就是相当比例的国人的医疗花费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怪圈 就是我们一个人一辈子的医疗花费 它的80%甚至更多的钱 都花在了最后八个月 大家没有在自己健康的时候 更多地去做好体检 做好保健 为自己能够多活一点 提高质量,提高长度 提高这种丰富度 大家更多地付出 反而是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 去享受生活的时候 简单地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 而做出了很多无奈的选择 所以我们常说 如果平时不保健 那临终则已欠债 防大于智 我想依然是今天 特别是在面对一个长寿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应该选择的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实际上是我在看一个很著名的电影 叫《死亡失射》的时候 有一段非常这种高燃的情节 这些所有的学生都站在了桌子上 那么当时有一句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话外提示 我不要等我死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自己没活过 张克加曾经写过 有些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些人死了 他还活着 我是一个做生命科学的 我知道所有的物种 其实我们都是一组代码 人类的这组代码 它不光有限出了爱 它还有一个其他物种都不可比拟的 就是它的神经元是可以重塑的 人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 往往在老的时候 已经做不动事情的时候 才会明白 我原来会很遗憾 我没做过什么 在2018年 我的妈妈 应该是这辈子对我最贴心 最好的人 但是在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 安详离世 爸爸通知我的时候 就是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说妈妈睡了个午觉 然后就过去了 因为我当时刚好是有一个时差 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凌晨的时间 所以开始接触到这个时候 因为这是我身边走的第一个 应该说是血清吧 所以还挺难接受 我当时就买了航班 在我坐回国飞机的时候 我就开始翻 妈妈和我这一生 我们俩的这些原分 一起做过些什么 翻着翻着 尽管我当时觉得现实 还有一些虚幻 然而我应该的嘴角 已经泛起了微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翻到了 都是我跟我妈妈 在各个地方旅游的这些场景 我妈妈是一个满族人 1945年也是出生在 辽宁的丹东 在60岁以前 她几乎没有进过山海关 60岁以后 她也退休了 身体还不错 我也工作了 我可以挣钱 于是我每一年 都会给她安排 一个很有趣的出游计划 因为她很喜欢爬山 身体也很好 所以她就一个人 可以背一个几十斤的登山包 就游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几乎把所有的危机景点 都让她跑了一遍 而我也经常会创造一些 小小的这样的惊喜 会在她去某一个景点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提前去等她 所以我翻着 我们一起上过峨眉 一起爬过泰山 去过太多太多这样的地方 包括后面 我还赞助她去了 像东南亚 像日本 所以即使到今天 我也会偶尔在梦中想起她 但是让我最最心安的 就是在于 其实我支持她 去完成了 她想去看看天下的 这一个梦想 世界那么大 总该去看看 所以当我看着 这一张照片的时候 当时的这些 身临其境的感觉 包括我妈妈的这些 音容笑貌 如今还会非常活灵活现地 穿在我的面前 我尽管没有 在我妈妈生命的 最后一刻 能够守护在她的病榻前 或者说 她其实并没有在医院里 她就是在我的家里 然而 我并没有感到 很多的愧疚 毕竟 在我妈妈还能够去 很好地享受 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做出了一个儿子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讲 生前当尽孝 而不是死后去乱烧纸 如果活着的时候 您都不对 这个世界充满的爱意 尤其是不孝顺 您有什么资格 好像在葬礼上 一定要哭的 哭天抢地 或者是每一年 清明节我要烧上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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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 这些 也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今年呢 刚好是金庸先生 金老爷子 算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 我其实在读他的 《射雕三部曲》的 最后一部 《一天同龙记》的时候 有一段 对我印象是非常深的 当金毛师王谢迅 被囚在了少林寺里面 大家讨论 所谓到底能不能超度 张文继就问了 少林寺的几个高生 说当年我的义父 确实是 不管是施新峰 还是被成坤所害 他杀了不少的武林同胞 那如今大家对他们超度 这些人在酒泉下 或真有之吗 这些高生们的回答 其实当时对我印象很深 他的大意是 幽冥之士 实所难言 我们超度的 乃是活人 换言之 如果在活着的时候 你已经为你的生命 为你周围的生命 做出了更多的努力 我相信 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岁月如何荏苒 文化如何变迁 我们始终 我们的心 应该就是安宁的 在这里我也想讨论一下 我们未来的殡葬业 其实殡葬业 在各个国家 其实完全不同 比如说 中国人似乎是很忌讳 比如说棺材 坟 大家听到这个问题 都觉得这个事情 好像有一些鬼狐仙怪 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去过西方 你会发现西方非常多的墓地 它就在家里 实际上 我们有的时候 是故意地把它搞成了一个盗墓笔记 他忽略了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血脉 我们的文脉 就是该放到一个急重的地方 去统一传承 而今天呢 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现实问题 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离开了人世以后 我们不能土葬 所以这诞生了当下 最贵的房地产行业 就是我们的 所谓买一个公墓 只有20年的产权 如果你算一下 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 有的时候去想一想 我们的确要有一个地方 去寄托埃斯 然而今天的科技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 我们是 到底继续 把它烧成骨灰 存一份无极钙呢 还是应该把大家的 比如说这些细胞存下来 我们把这些基因 DNA能够存下来 而按照有机碳的方式 把它存住下来呢 或许 我的亲人已经离我而去了 但是 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一起共享的那个血脉 那些细胞 我们可以一种 有生化的方式 把它冻在液氮里面 而给这个家族 留一个长久的希望呢 也许过了一百年 在我们的后代想看一看之前的 比如说这位长辈的全基因组信息 去看一看哪些基因 又隔了几代传信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留着这样一个无限想象的空间呢 所以实际上 我们人类对于这种先祖的怀念 也不应该 就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好像就是去墓碑前扫扫墓 烧扫纸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 可以给岁月与文明的事情 在这个我们关于死亡 面对我们离世的亲人的时候 应该做一些更有科技含量的事呢 所以不管是入土为安 还是魂归大海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家族 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先辈们 能够非常安宁的 我们都是希望 我们能够在祭典这些先辈的时候 让我们的孝道 可以不断地向下去传承 让我们的后代 也能够像我们的这些前辈一样 不断地去延续着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甚至就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庭的生存和繁衍的方式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摆善 孝为先的文化 能够长久地在我们的神中大地 去延续下去 当然 如果再往下讲 我们就一定会讨论 如果我们的寿命进一步延长 那么是不是 就会有些人开始去思考永生了 甚至想到他永远不死了 首先我要说 永生 自古以来 它就是少数人的一个妄想 我个人是反对所谓的永生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没有死亡 那么每一个出生都必然是一个悲剧 因为你会阻止这些新生 一个事物的降生 死亡是一种程序 一种最公平的程序 不管你有多么的雄才大略 或者多么的悲如尘土 你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人类就是通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 我们的后浪推着前浪 人类的历史就滚滚向前了 所以今天 尽管我们掌握了大量的 关于生命科学 精准医学 生物技术 数字化技术太多的东西了 但是对长生不老 我依然是持佛军牌的 我所致力的 其实是每一个人 健康的长命伴随 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群体 而并非个体的方式 来实现我们的延续的 我们看一看 这几位已经逝去的人 比如说曲元 比如说李白 比如说苏东坡 大家觉得他们真的走了吗 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 也许也不曾想过 居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所谓曲平慈父 玄日月 楚王台县空山丘 功名富贵 若常在 汗水易当 西北流 私人已是 文脉永生 当我看到 《长安三万里》的 这部电影的时候 当李白最后的那一刻 去高声地吟诵 青州已过 欢重山 我其实一个人 在最后一排 泪流满面 我知道 其实 他们一直都在 这个民族的这些文脉 这些魂 他们一直都在 所谓太上有利得 其次有利公 再次有利言 虽久不废 此之位 三不朽 书孙豹早就告诉我们了 如果一个人 能为你所在的民族 能为你所在的国家 留下那么 知言片语 我想 这就是对你 最大的 一种慰藉 罗素在 我的信仰里面说过 如果我们不害怕死亡 我相信 永生的思想 绝不会产生 我曾经讲了一个段子 去劝 我得有一些 富贵的朋友们 他们想 活个两百岁 三百岁 甚至讨论 能不能永生 我说你千万不要 想要永生 他问我为什么 当然我看到的 另外一个极端 是柳叶刀 在前两年 发表了一篇 大规模的 关于我们应该 如何面对 比如说 人在弥留之际 拼命地抢救呢 还是让大家 能够 我们过去叫 临终关怀 今天叫安宁疗户 包括安乐死 是否应该合法化呢 它里面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在于 每一年 都有数百万人 在死前 遭受到了过度的医疗 经历了不必要的痛苦 可能最后延长个 十天半个月 然而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尊严了 还可能欠下高昂的医疗负担 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的进步呢 有的时候也确实有它不好的一面 它可能会助长了 我们人类可以打败死亡的 这样的一些想法 从而在我们的生命的周末期 我们对医学的干预 过度依赖 我们把这种死亡和临终的关怀 变得过度的医疗化 而且从文化的角度下 也让大家进一步地去避讳 和感到恐惧 我想这个现象 我相信也会随着 我们对死亡这个问题的深入认知 而逐渐有所更多的理解和改变 不妨思考一下 我们为什么不去体面地 与世界告别 或者说我们应该对 这些即将逝去的生命 给他们更好的尊重 而不是说再让他们经受 很多这些不必要的痛苦 以采在《狄基督者》当中 写过这样一段话 谁终将生振人间 必长久身自尖陌 谁终将点燃闪电 必长久如云飘泊 我的时代还未到来 有些人死后方生 我之所以引这一段 是告诉大家 其实每一个人 真正面对死亡的最正确态度 就是热气腾腾地 认真的 用力地去过好每一天 而当死亡这个程序 终将来临的时候 我们坦然面对 我们知道 我们势必会给下一代 去腾出生态位 就像上一代给我们 腾出生态位那样子 而人类的轨迹 也必将从地球走向太空 我们要为了我们去成为 多行星物种而不屑的 所以认知生命科学 重点是认知什么 我想如果我们探索自然的宏伟 我们就会感受到 人类的卑微 如果我们去了解造物的神奇 我们就会认知 众生的平等 进而 您一定会有悲天敏人的共情 超脱生死的达官 我们一定会在见天地 见众生当中 逐渐地去悟自己 我本山川 极命草木 与光同尘 为爱常在 或许我们的肉体 不能穿越百年 然而我希望 人类的精神 人类的伦理 人类的悲悯 人类的爱 应当以一种不可磨变的方式 在这个宇宙中永续而在